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2点40分 车辆行驶至前南州三都至加坡高速32公里处发生侧翻 坠入路边的深沟 截至9月18日21时 事故造成27人死亡 20人受伤 被送往医院 车上共有47名人员 其中驾驶员一名 随车工作人员一名 其余45人均为云岩区设议居民 利波县位于省会贵阳东南约170公里处 该车从云岩区接送涉及疫情的隔离人员 前往金兰州加坡县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 国家卫健委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贵州周六新增确诊病例712例 约占中国新增病例的70% 较前一天的154例大幅增加 周六 贵州当局在他官方微信账号上宣布 由于贵州的容量有限 需要隔离的人 需要被运送到姐妹城市和州 贵州公交车事件震惊了中国网民 网络上引发了大量 勤零众与人命的批评 贵州高速事故车辆为隔离转运车 这个话题更冲上了微博勒搜的首位 截止晚间九十 已有破亿次的阅读量 不少网友批评官方 一开始绝口不提 这辆巴士是隔离人员的转运车 甚至质疑车辆是转运车的报道都被下降 有网友指出 这部车来自贵阳市的转运车 贵阳市日前才宣布要在19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 27条生命是清零的代价 为了实现社会面的清零 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 也有网友留言表达了他的无力感 隔离大巴 翻车遇难人数27人 整个贵阳都养了 也不至于有27人死亡 这防御政策要害死多少人呢 贵州贵阳发布 9月18日凌晨发布 关于对疫情防控工作中 八起工作不负责任 不正确履职问题的通报 其中包括云岩区卫生委员党委委员 副局长刘坤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 通报指出 贵阳市部分区域实行临时静态管理以来 刘坤统筹力度不强 危机意识不够 在工作中临阵脱逃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9月9日 刘坤受到了免职处理 降为一级科员 以上是该事件的基本事实 听到这个消息啊 却是令人痛心和悲愤 27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我们如何看待该事件呢 一 秦林防疫是人为制造的灾难 奥米克隆变种病毒的症状与普通流感相似 在家休息几天即可康复 根本就不需要异地隔离 更不需要封城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 本周三在例行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全球报告的2019冠状病毒死亡病例数 已降至2020年3月以来同比的最低水平 这让人们看到了战胜新冠疫情的终点线 并在之前他对中国过度的防疫提出了批评 如果没有清零防疫 就不需要异地隔离 自然这27条玄活的生命也不会这样无辜的消失 习近平所说 中国疫情防控是中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无非是说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人民的健康至上 但现实是目前的心灵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害 上海封城将2500万市民囚禁家中饥寒交迫 非病毒患者无法就医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体现在哪里呢 这27具冰冷的尸体 难道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最好的说法吗 二是 中国防控方针 防疫政策 防科学 世界各国都选择与病毒共成的防疫模式 并使用先进的新冠疫苗 但中国却偏要清零消灭病毒 并拒绝进口西方优质疫苗 中国防疫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有如何敢言经得起历史的简验和科学有效呢 三是 习近平坚决斗争的歪曲 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 难道这些不同的声音不是利耳良言吗 难道不是武汉 西安 上海 贵州 这27条生命痛苦的呐喊吗 是是 习近平说 中国是人口大国 老龄人口多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放松 防控 必将造成大规模 人群感染 造成大量的重症和伤亡 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话呀 让人听起来很不适应 不像是利害股和为人类指明前行方向的人民领袖说的话 但采取于病毒共产和放松防控 不正是减少大规模人群感染和发展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吗 对中国经济引擎上海的野蛮封城 难道不是经济自杀吗 第二 防疫政治化和长期化 习近平为何非要头撞蓝墙呢 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 习近平把这种清零模式作为寻求二十大连任的一个巨大的政绩 和自己的政治权威捆绑在一起 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 他绝不允许这个清零的模式受到任何的质疑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不择任何手段 都要证明清零防疫是唯一正确的 是最优模式 这就是把其高度的政治化 甚至不惜付出人命的损失和造假等等 中国防疫措施已经走向政治化和长期化 官媒自己就在说这是代表中国与西方的制度之争 治理能力之争等等 这就是政治化 就等于把一个原本属于医学领域的问题 与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进行捆绑 而且让这种意识形态凌驾于科学之上 这种做法必然导致的结果 就是把清零防疫日益演变为一场运动 并且越来越有长期化的趋势 很多二三线城市核酸检验常态化 就是这一趋势的反应 针对中国各地政府在防疫中 普遍利用健康码健康宝等方式 把人们分成所谓的红码黄码绿码 对不同码的人群实施不同的待遇 唐靖远还认为 这就是中国历史政治运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也就是大搞身份政治 把全民划分成不同的人群 赋予不同的政治身份 给予不同的社会待遇 这种模式就是非常标准的中国监狱的管理模式 第三从政治独裁走向政治赌博 民主人士杨建立言语在文章 从0到5.5 习近平从政治独裁走向政治赌博 中指出习近平最近表现出来的偏执欲望 使人们意识到他正在从政治独裁走向政治赌博 毛泽东之后还没有那个中共领导人像习 这样亲自制造了这么多的危机 从中国和西方关系持续的恶化 到国内强制性抗议造成的人道灾难 经济停滞和民众的抱怨 习在国际上的声誉持续下降 虽然国内的独立民调不可行 但不难判断 他在不断的审号 他在党内和民间的支持度 尤其是他在清零的目标和2020经济增速目标上 压上了高高的赌注 前者是他公开表示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行动目标 这个政策的成功已经被放进了他的教科书进行送扬 后者在今年3月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设为5.5左右 华尔街日报原引消息人士称 习告诉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 在众多不利的因素下 如果这两个异常重要的目标能够实现 那无疑对习在国内外的政治声誉 对习在党内的一尊地位极其利好 但当前的动态清零和抗疫运动是要挑战生成能力极强的病毒 是在和科学 常识和国外的实践精炼开战 即便前期清零成功的城市也出现了感染病例 反复封城的情况比比皆是 习发动的挑战病毒的运动 裹挟了十几亿中国民众 以他们的自由生存和尊严为代价 引发了严重的人道灾难 举世震惊 这种不计后果 一意孤行的做法 有没有顺算已经不重要了 牵扯其中的各社人等身心俱疲 大家担心的已经不是病毒能否清零 而是抗疫政策 何时能调整 以便放民众一条深路 但对习而言 这是一场个人的战争 剩下侵略乌克兰是普京一个人的战争一样 是一场不能输的战争 第四 习近平的防疫神话还能走多远 习近平的清零防疫有两个目的 一是巩固权威 绝不抄西方的作业 人民领袖和共产党是不可能犯错的 只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东升西降是世界大使 时与世只能站在中国这一边 二是顺服中国人 毛泽东靠政治运动 顺服中国人 邓小平靠闷声发大财 顺服中国人 习靠什么 顺服中国人呢 让他们成为未来的渔民和战争机器呢 这就涉及到习近平的老师商鞅的书 商军书中所指的 欲民武术 愚民 弱民 贫民 鲁民 贫民 武者都不灵 则杀之 第五 中共二十大后 中国防疫政策 不会回归到理性科学 二十大后 习将全面展开 他极权主义的蓝图 前十年没有实现的 或者遮遮掩掩的都将堂尔皇之的端出来 习的政策很简单 对内极权 对外霸权 为什么他不改变政策呢 因为极权主义没有纠错的能力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 习近平二十大后 连任了就不折腾了 不会的 邪恶如同病毒 具有传播性 当武汉封城时 中国其他城市都在黄鹤楼上看翻船 现在他们自己的船也翻了 新疆建集中营时 汉族朋友认为与他们无关 现在内地不正是在变成一个一个的集中营吗 折腾是极权主义生成方式 不折腾意味着他将寿终正寄 维权律师张凯曾在他的文章 不在一辆车上中写到 我们不在一辆车上 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于是我们的制度改变 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更多时候 就算有血的代价 也依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决定整个社会规则的人都在规则之外 既然不在一辆车上 谁会去管车中的你 是死是活呢 庙堂之上根本没有他们的世界和生死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9月18日发生在贵州的公交车事故 从表面上看是交通事故 但从实质上看 就是中共统治集团对人民的谋杀 是一起典型的反人类犯罪 因为奥米克隆病毒根本不需要异地隔离 更不需要封城清零 也无法清零 只能选择与病毒共存 这是一起人为制造的灾难 试问为什么要临城转运呢 一个类似流感的传染病 为什么地方政府会如此奴隶大敌呢 说穿了就是为了头上的乌纱帽 为了不给二十大习近平连任添乱 而是其条生命 难道没有这些官员的乌纱 和习近平的龙椅重要吗 真正该受处罚的不正是人民领袖习近平吗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